南韓不斷出現注射流感疫苗之後死亡的個案 引起全球關注 到底打流感針是否安全? 現在就給普通科醫生Dr. Rex為大家講解一下 死亡個案裏 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70至80歲的比較多 但在9個打了針後短時間死亡的老人家裏 7個都有其他的長期疾病 意思就是說這些人裏 其實突然間死亡的原因 可能都未必說跟流感針很直接有關係 當中亦都有一些比較特別的例子 其中一個死亡的案例 只不過是17歲 南韓當局已經做了驗屍報告 就發現這個人的死亡原因是跟流感針沒有關係 暫時我們不能掌握所有資料 不過在這堆死亡個案裏 其中25個資料我們有在 大家聽一聽 其中10個人打了一間韓國廠SK Bioscience的疫苗 5個人打了另一間韓國藥廠叫波翁 另外5個人打了另一間韓國廠叫GC Pharma 1個人打了Korea Vaxin 很明顯是韓國公司的疫苗 剩下4個人打了外國疫苗 即是法國廠Sanofi廠 Sanofi廠的疫苗在香港都有用 不過根據資料顯示 韓國的批斥和香港的批斥就不是同一批 如果真的疫苗有問題的話 它可以是生產過程中被污染 有細菌、有毒素 甚至是恐怖活動 令到產生這些問題 但是通常這些東西要產生 多數都是在單一藥廠出問題 很少同一時間在不同藥廠產生同一問題 也很少在本地廠 比如韓國的廠 和法國廠同一時間產生同一問題 根據韓國疾控中心的資料 單單在去年 都已經有1531個老人家 打了流感針之後7天之內死亡 實際在這段期間 打了流感針的老人家超過660萬 裡面有1500多人打了針之後7天之內死亡 全部做過跟進研究 都發覺與流感針無關 當然韓國的疾控中心 之前都有點脫漏 第一,試過將一批針放在不適當的溫度 令到500萬針報廢了 之後亦因為有部分韓國生產的針 裡面有一些白色的點點 因為質量問題都有60萬針要回收 當然這些消息令到人對政府失去信心 當然研究尚未完全完成 我們需要韓國當局 將所有研究的結果公開透明地告訴大家 我們才能夠容易減低擔憂 和對流感針恢復信心 報真相 港人話 9點半蘋果新聞報道強勢登場